夜市小吃五花八門 這種的有見過嗎 看起來像串燒 白色部分是薯條 黑色屋子般大小的 竟然是蟋蟀 吃起來口感如何 脆脆的 有點乾 很像蟋蝦 會不會有爆香的感覺 沒有 就是還好 普通 但是很香 炸蟋蟀一串40元 民眾買來嘗鮮 都說吃起來 沒有看起來這麼恐怖 南部那邊很多人 在有這種養殖蟋 含有非常高的高蛋白 新開幕的鹿蟋夜市 號稱台中海鮮最大夜市 除了罕見的炸蟋蟀外 還有賣烤箱魚 比成人手掌還要大 整隻都可以入口 不用挑骨頭 吃會爆滿這樣子 也是看網路上說好吃才賣的 攀位前大排長龍 老闆先炸再烤 一百元一隻 還有分性別 烘的肉質比較細 五的有滿滿魚軟 鹿肉要是黑色的點 特色小吃 再來一家烤肉串 豬肉雞肉不稀奇 山產店才吃得到的駝鳥肉 鹿肉 獨門調料 再撒上絲染粉 讓人一口截一口 吃起來滿有嚼勁的 但是不會踩踩也不會硬的 滿多汁的 然後很香 有點像牛肉 就滿嫩的 台灣人愛光夜市 趕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開業 攀位就要不新穎 炸蟋蟀烤箱魚震撼視覺也顛覆味覺 記者橫西里雲杰台中報導 你買霧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霧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